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现在要毕业了 申请H1B了 这期间要回国 吃喝玩乐 游山玩水 看望亲友 关于H1B申请 怎样顺利批准等等 我们在这一系列其他视频里都讲到了 这里我们讲一下回国的问题 这个事情本来其实很简单 但是有的一些解答 我看到有的文章也搞得稍微复杂了一些 首先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也有最近讲到的说拿H1B回国签证 这方面的亲身经历观察 大家可以参考 那么一般来说我们的听众申请人都是现在上学毕业了 拿OPT或者即将毕业了 那么准备在申请H1B期间还没批的时候 或者申请交上去了以后 前后说回国一趟 什么时候能回国 什么时候不能回国呢 有没有什么问题呢 很简单 你就看一下你的I20过期了没有 你是不是还是学生身份 有的人说我已经毕业了 我在OPT期间 那这个没有影响 那也还是F1学生身份 I20没有过期就可以 只要你还是学生身份 那么你离开美国 回到中国签证 那你就还可以再签新的F签证回到美国 你不是一定要签IF签证 你如果H1BP了 你也可以签H1B签证 但是呢 你至少是可以签这个F签证 那么怎么看这个I20是否过期呢 那这上面有有效日期 对吧 你service系统里也有 如果还是找不到呢 你可以问学校 International Office 有的人说 我好几个月没去上课了 考试也没通过 然后或者我不再是这个学校的学生了 可是我原来的这个I20上面日期还没过 那我这个算不算I20还没过期啊 那当然这个不算 那你的学生身份如果还没有保留的话 那举一个例子 就像有的人说 我已经从这家单位辞职了 我的工作证原来写的有效期 还有五年有效 那我是不是还算这个还可以用这个工作证啊 那当然也不行 对吧 所以这个道理很简单 所以呢 就像我们刚刚说到 你只要看一下你的I20过期了没有 你是不是还是有效的学生身份 对吧 就可以决定你是不是能回国 回国签这个F签证 大部分人呢 一般来说这个I20没过期 是吧 要不然可能也没想到说要回国去玩 当然也有的人因为家庭原因 必须要离开美国 如果I20已经过期了 那我是不是不能回国了呢 当然也不一定 如果必须要离开美国 当然也可以 但是那就不能再签新的F签证回到美国了 是吧 那么你可以签H1B 如果你在美国的H1B申请批准了 然后呢 那你请公司 雇主 朋友把H1B批准书寄给你 然后你拿这个H1B批准书就可以去签H1B签证了 是吧 就像有的专业人士从中国直接在美国申H1B这个过程是一样的 都是先向美国移民局申请这个身份的批准 然后呢 再申这个H1B的签证 这个签证呢 是贴在你的护照上的 大家知道这和你的签证身份严格来说呢 是两回事 我们在别的视频里讲过 所以这个事情很简单 你就看你的I20是否还有效 你是否还是有效的学生身份就可以决定 你是否能回国 回国可以签什么样的签证就行了 那么我们最近呢 讲到了有申请了H1B 然后拿到了H1B批准以后回中国签证的这个例子 这个呢 我们有文字版的这个微信 大家可以看一下 讲得很详细 那我们在这里呢 讲的是什么时候可以回国 那什么时候应当回国或者必须要回国呢 你如果在美国申请了H1B签证 一般来说呢 你可以在境内 美国境内来转身份 转成H1B的工作签证身份 一般来说呢 你不需要回中国 个别的情况下 如果有身份的gap呀 像这样的啊 也是需要 或者呢 如果你申请了H1B的时候 当时就选的说 我要出境去签证 而不是在美国境内转签证身份 那么你的H1B批了呢 你需要出境签证 激活这个H1B状态 为什么要这样选择呢 对有的人来说 他愿意先多拿几个月的OPT的这个时间 少交一些税 再说也有灵活性 所以呢 这个看个人的情况也可以作为一个选项 那么这此前说的呢 都是拿F签证 F1 F2 像这样的签证的情况 那么如果是拿这签证访问学者呢 这个略有不同 大家知道呢 拿这签证 大部分中国的访问学者 你是需要完成两年回国服务期 或者呢 你要申请豁免 豁免批准了呢 才能申请H1B 豁免没批呢 一般来说是不能申请H1B的 那么你如果说在申请豁免过程中 或者豁免已经批了 一般来说呢 不能离境 离开美国 然后再重新申请这签证 要不然的话呢 已经批了的豁免就无效了 所以对于拿这签证的人来说呢 一般建议你在美国等到H1B批准了 然后再考虑可以离开美国 然后再签H1B回来 如果你实在要在批准以前就离开美国呢 那你也要确定 比如说离开美国以后 像前面说的一样 等到H1B批了 请人家寄给你 然后来签这个H1B 如果是拿这签证不需要豁免的呢 就没有这些限制 和前面讲的拿F签证 学生签证一样的情况 那么如果你现在已经有H1B签证了 说我要H1B签证身份 用这个身份在美国工作 然后说我要回国了 然后要签证了 那这个当然比较简单 是吧 没有什么问题 有的人呢 说我要换工作了 可以考虑说等到新的H1B批了 然后呢 再回国去签新的护照上的这个签证 当然还有一些特殊情况 比如有的人已经交了485 然后在这种情况下 什么时候回国 这个就是另外的情况了 这个可以参考我们其他的视频 最后讲一点呢 大家知道H1B呢 是dual purpose 是可以有移民请向的 不会因为移民请向被拒 所以呢 就像我们视频这个微信里面讲到的例子 在你提交了I140申请以后 仍然可以在境外签新的H1B签证 一般来说可以得到批准 当然了 你在签证的这个DS160申请表上需要披露 说你已经提交了移民申请 这个呢 就要诚实地讲一下这信息 没有关系 不影响签证申请 我们在另外的视频里呢 讲了很多H1B成功的例子 怎样应对RFE 然后时间线 像这些方面 大家可以参考 那我们这个视频呢 讲的是申请H1B期间 什么时候可以回国 好 谢谢大家